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漢靈帝在皇庚起義的風潮中一命烏夫 他死後年僅十四歲的皇子劉便繼承皇位 他就是漢少帝 由於少帝年幼 何太后就按照關禮臨朝 這樣一來 朝政大權又落入了外戚大將軍何俊的手裡 何俊因為同父義母姊妹被選入宮成為貴人 受寵於漢靈帝 後來被立為皇后 他也隨之升遷 中平元年由於爆發皇庚起義 何俊被任為大將軍 率左右與臨軍五刑事駐紮於都廷 以保衛京師 皇庚首領張國的布下馬元義 密謀在洛陽起兵 何俊將他破獲 因此攻而進風滲喉 靈帝死了之後 宦官檢石陰謀殺了何俊 疑納王子劉協 結果反而被何俊誅殺 何俊聽從袁紹之言獨攬大權 和袁紹等謀諸幻樹 終於都事竊 被張陽等先下手為強 遭到殺身之禍 袁紹是與南與洋人 他出生於一個世代為官的地主家庭 從早上元安起 一直去到袁紹的父親元逢 四代人中出了五個三公 人稱四世三公 由於何太后不同意消滅宦官 袁紹就勸何俊密趙 注冊於何東的董卓 帶兵進京 用武力脅迫何太后 怎知董卓還未到達洛陽 宦官已經得到消息 提前落手將何俊殺死了 袁紹得到消息之後 就與他的兄弟元述帶兵進攻 將搜捕到的宦官全部殺死 這個時候董卓已經率關西軍進入洛陽 為了控制住局面 董卓假造聲勢 收編了何俊的部下 獨掌了朝政大權 之後他就想廢掉少帝留辯 但是又怕眾人不服 就找袁紹來商量 希望可以借重袁紹的影響力 來控制朝野內外 怎知袁紹表示堅決反對 兩個人說不投機 拔刀相向 袁紹留在京師 總是擔心董卓會對他下手 就匆忙離開了京師 袁紹走了之後 董卓立即廢了少帝留辯 令立陳流王留歉為低 他就是漢憲帝 袁董雖然反目成仇 但是袁紹世代為官 是當時聲明顯赫的世家大族 董卓顧及袁紹勢力太大 為了緩和和袁紹的矛盾 就聽從一些官員的勸告 任命袁紹為渤海太秀 初平元年 關東州郡目獸聯合起來 共討董卓 袁紹被推為關東軍盟主 字號車騎將軍 統率十八路諸侯攻打董卓 董卓沒多久之後被殺 關東軍內部開始互相兼併 袁紹奪取企州木的地盤 自領企州木 之後又奪得青州、併州 到建安四年 袁紹已經佔據黃河下游四州 領終數十萬成為當時東漢勢力最強的北方諸侯 在反對董卓的隊伍中 有一支不太引人注目的隊伍 帶領這支隊伍的首領就是曹操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